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很开心 可以来到这边跟你们分享 我希望我的见证 我本身的经历 可以真的是可以鼓励到你们大家 因为这个真的是 我活生生的一个见证 我要给你们知道 我们现在认识了上帝的 我们是上帝的而已 你们不要怕 真的我们认识了这位上帝 是用真用我的上帝 他是拯救的神 他是一个神 他的意思是真实的 在以前 当我讲我的故事 我的经历不是我的故事 这个是真实 我的经历的时候 你们就会看到 这位真真实实的真神 只要你们用那个心 相信 平时心心相信 然后等候 因为神有神的时间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 然后再抓住就是 亲近他 然后他 走在他的真理当中 你们一定会跟我一样 依见他 得到他的祝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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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要讲我的经历是 我是从一个家庭 我的父母是从中国来 十多岁就自己跑过来的 没有交易 没有知识 就是 两个人结婚了 就是剩下我们九个孩子 我是排第七的 第七的孩子 当然父母没有交易 也是经济率有很多问题 就是几天早上坐到晚上 那我们就是自生自灭的长大 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就是被打被骂 没有交易 没有爱的 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 当然在这个环境之下长大 当然 而我呢 我读书也读不多 我只是读到 佛文突发的 我就停学了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当然 因为我们是人嘛 我们需要爱嘛 当身边有一个人会关心你 你就会爱上他 就是 我最后我爱上我的前夫 就是 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在 每一个人在读 我的同学在读 讽拜的时候 我已经结婚了 我已经做了妈妈 所以从小 虽然我是进了过人 但是我是住在 我没有出来的 因为家庭环境很辛苦嘛 据了我我也有去过的 我是一个好像 很伤疤的一个人来的 然后 就这样小时结婚 然后也没有监视 就是 据了我18岁就结婚 就生 我有四个孩子 现在我有四个孩子 然后就是 一直大家见到你 就是到了30 等30岁 所以我是一个很无知 很软弱 没有见识 什么都不会一个女人 但是今天 刚才我唱首歌真的 谁让我们抬起头来的神 神真的是让我们可以靠着他 得着我们的荣耀 神的荣耀 我们的福气 因为呢 在我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走过 我只是可以跟你讲 我的钱多他是 没有负责任的一个男人 一个赌徒 还有就是 也就这样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当然 最后 然后也是经济的问题 因为我们很早 经济的问题 然后我们本身两个都是很无知 只是因为 还小吗 就经济的问题 早知道我去 上班上 做工两份工作 我是可以从早上站站到晚上 早上我是在 苏外汪远 应该知道了 金河 做卖 购责任的 因为以前年轻的我很漂亮 所以我很多人 会找我做责任 那我就卖责任 晚上呢 一六点一番工 我就去一个 客户 卖啤酒 所以我从早上站 10点再到6点 7点去到那地方 又再站到11点 我是这样子为止 但是还是不能 打破我们的生活 直到最后 因为在有一次工作上 有一个老板娘 他的老板娘 看上我 因为以前我的年轻 我的漂亮 他就叫我去做 陪伴女郎 因为以我 我也不懂什么叫陪伴女郎 我就是去 傻傻 那时候他老板娘很好 他答应我 他知道我也是个孩子的妈妈 他答应我 我不用喝酒 因为我不在讲我会喝酒 我也不会臭烟 我都不会 他真的答应我 给我 坐在那些人旁边 真的是不用喝酒的 所以 我也是很耳朵 虽然以前我还不认识神 但是 在那个时候真的是 最后要走到是怎样 我的前夫 竟然 不去做工 穿着做工的衣服 出去 骗我 去做工 然后其他妈妈的家 做一大堆的 那些人心祭拜 那边看戏看戏 然后 到时间没了 来不断讲当风的 最后 我会知道是因为 我的家 我自己人生高速 所以 真的是 我在那边做工 我真的是很冤枉 虽然我是不用喝酒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骂我 没有人相信 我不会喝酒 每个人骂我 你这个地方 你不会喝酒 你 你打烟啊 我很可怜 我这个人很惨 然后我在那边 里面 每个人抽烟 我一个人不抽烟 好像在神庙里面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痛苦 我为了家庭 为了小子 但是今天 我的钱不进来 最后 连工种不种 一直跟我拿钱 最后我走出来 我带着四个孩子 孩子是我生的 我应该进入这 对我请 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随便残废 随便胜利 最后我就离婚 到我离婚的时候 我带着四个孩子 真的很辛苦 那个时候 你们知道吗 我最小的才三岁 第二 第二小的那个 才七岁 九岁 十一岁 四个 但是我在 过去 当我今天 认识神的时候 我怎样去走过这条路 就是当我认识神的时候 我的生命都不一样 但还没有 还没有认识神之前 我还要再讲 就是我的孩子 因为我一直顾着 做工 我全马跑到完 13分钟我差不多走到完 而我的孩子呢 当然很可怜 那个时候我的孩子 认识神 小的呢 就认识 在一个地方 他的 窗户在一个地方 是混散的 我今天要给你们知道 当我认识这个神的时候 我的孩子今天 我们已经圆满了 可以住在一起 而且 以前那个认识神的 我的孩子很叛逆 因为我不能怪他们 我没有 时间 我没有时间教育他们 就算有 我也不会 因为我儿子没有爱 没有教育 所以当我 带他们去教会的时候 当我认识神的时候 我把他们 全部都去教会的时候 感谢神 今天你们知道吗 我四个孩子 不是跟我在一起 我四个孩子 还在台上 不是 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 人来回我的家庭 我的孩子 第二就是 以前你看我 这个是 很无知的一个年 但是今天 我可以拿着一个 13个周间 整跑 甚至烧龙 沙老夜 我也是这样整跑 很不路的地方 我都是这样进去 我怎样来 来的那种勇气呢 已经我过的就是 苦度 就是满意 很悲哀的 没有喜乐的 但是今天 所以我简单在那句 神在那句话真的是 被我们 真的是可以穿起来 今天我别在台上 你看 以前人家我在台上 是不可能的 我真的是 因为我是靠着我们的神 靠着我们的神 我去一个地方 我都不怕 因为我只帮神看顾我 因为神说过 圣经说过 他必看顾 顾而关 所以我去到哪里 我都不怕 我知道我有神 然后我在眼方的时候 我就是打到神的计划 我的孩子 我只要求 你帮我看着他们 不要让他们 学坏 就可以了 当然他们会有 判断的时间 我教的孩子 他们就是 看 打热 什么 不要 不要讲他们 这是我自己本身 我也是每次 自己是 虽然会 但是会去那些地方 因为以前 很模式 没有盼望 不知道要去哪里 也不知道 你前面要怎样 走到 但我原来是神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感谢神 我的生命不在意 我知道我怎样的 去爱我的孩子 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感情 真的很好 因为有神的爱 那我来到教会 我得到神的爱 我知道怎样 帮助身边 神所有的心情朋友 最重要就是 我会碰到 很多的丹青妈妈 我带很多丹青妈妈 来我们教会 因为我帮我走着 用力模一样 我可以了解他们的心情 这就是 神给我们的爱 神给我们的盼望 神给我们的信心 让一个很软弱 很孤知 很 孤独的一个女人 今天我可以 很喜乐 很平安 哎呦 我很喜欢有一样 神真的很 爱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 我的生意 我可以做到外国去 生意 我是误会什么的 但是我的生意竟然 开到外国去 所以真的是 你弟兄姐妹们 我希望你们 不论你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记住一句话 神说的话 肯定不会落空的 神的应识也不会落空的 你们只要抓住 亲近他 祷告 然后 走向他的真理 他必会赐给你们 他会赐给我 他一定会赐给你们的 就是 等后 我给你们一句 神的话 就是 诗篇27章 13到14节 这两句话 我真的是 经历过 我也是再拿这句话来鼓励我身边的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希望我的见证 可以让你们真的是 鼓励到你们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只要信放神 因为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而且是一位很慈爱 蒙福的神 谢谢你们 下一次 开始 大家不要来听过 好不好 谢谢 他不能完全败出 更加苦的事情 其实他生命里面 他跟我分享的见证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坎坷 但是上帝爱他 上帝不放弃他 同样的 上帝爱你 今天你看他走出来 你也可以走出来 靠着上帝 阿们 再次给上帝一个掌声 好 好 谢谢 来 我们给你分个心 来听上帝的道 今天是父亲戒 他帮你个地的父亲一下 你们父亲在旁边 父亲戒你快乐 对对对 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天赋的心 打开自己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四章六至八节 加拉太书第四章 六至八节 我这个hand hand 谁 你按一下帮我按一下 加拉太书第四章 六至八节 我们一起来看 天父的心 我让你看到一段经文 在一段经文里面 你的天父上帝为你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他所做的一切 为了什么呢 我也 quo可 简直职 帩天父上帝为了你 什么 kan sa 天父上帝为了你 奴仆乃是儿子 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裔 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 做奴仆以罗告 阿弥陀 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探讨你的心 我求告你的圣灵 求着你开我们的圣灵 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 你的爱感受到 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谢谢神祈祷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 阿弥陀 各位姐妹 专经文记载一件事情 这里说上帝要我们成为祂的儿子 在第六节 然后祂做了一件事情 祂必须拆祂儿子的灵 进入我们的心 这个心本来的意思就是生命里面 上帝要你成为祂儿子的时候 祂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 就是需要耶稣基督钉在石家上 然后救你脱离罪 救你的生命脱离罪的众主 才会来到上帝面前 因为上帝是至圣洁的 人不能来到祂面前 因为人有罪 所以上帝必须经过一个过程 就是让祂自己的肚神子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看石家 对不对 上面使的那个耶稣呢 是为了你 当耶稣是在石家上 祂是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破除你的罪 竭尽你的生命 圣经文就记载说 祂的血要赦免你的罪 洗尽一切的污秽 然后祂的癫伤 使你得到医治 然后祂的死 使你从死里复活 得到永生的生命 上帝必须做一件事情 使到你可以通过耶稣 来到祂的面前 使到你圣洁的过后 可以直接来到祂面前 来求告祂的名 当祂这样子做了以后 你不再是如故 我们以前是被罪捧绑的 我们是罪的不破 我们被罪挟 我们的生命能充满 充满一切的灾祸 一切的重绝 使到我们的生命 不会好过 直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改变呢 因为耶稣的血 已经破除了我们的罪 耶稣的身体已经医治了我们 耶稣的死 已经救我们破裂死亡 弟兄姐妹 你看到上帝做了这件 这么奇妙伟大 而且生命要你的一个大牺牲的事情 为什么 祂其实就是为了你 为了你可以回到祂的身边 你本来和我本来是上帝的儿民 你的生命是祂次了 祂竟然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让你可以回到祂的身边 大家说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基督徒对天父爸爸 这种观念 带着很多的错误的思想 我们常觉得说上帝是很高的 而且是高到我们高攀不起 上帝是非常伟大的 大到创造以众万物 所以我们对祂除了占尽敬畏和惧怕的 我里面感受不到 以祂的情境 对不对 弟兄姐妹 这个事也是我的问题 每一个人对天父上帝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也是 我从小就没有一个好的爸爸 我也是有两个爸爸 一个生活的一个养活的 生活的 在我出世不久就不要我了 叫我养活的 我养活的爸爸也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 外面搞女人为家的奥伯 就是凶酒 然后赌博 这一类东西都在我的家里发生着 暴力的问题都在我的家里发生着 所以当我信主或我对上帝 天父爸爸 这个名称 和这个意义我感受不到 我信主以后我可以做耶稣的 独人 所以我常常就会主耶稣 主耶稣就是我愿意成为他独人 我可以呼求圣灵的名 因为圣灵给我力量 可以侍奉 可以行神迹 可以为人祷告 这个我懂 我明白 他可以教导我 他的话语 这个我明白 来吧 我要称呼天父 爸爸 这个名称我叫不出来 我叫不出来 因为我没有爸爸的反应 我从来没有经过爸爸的爱 只要我明白前面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我在圣经的话语里面 认识我的天父 我才知道他的事 原来他的心是关心我的 听我解释 今天我要没看到 你的天父的心 其实他 每一天 每一时每一刻 都是爱你 关心你的 第一个我要告诉你 年中午爸爸 他关心你的希望 他在一队 各位就把我讲到 天父关心我的希望 我们来看圣经的话 打开圣经马来福音第七章九十一节 马来福音第七章九十一节 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是耶稣讲的 耶稣来到我们世界上 其实他就是 给你看到 有形体的上帝领导的当中 他就是来到我们世界上 表明或者显明 上帝的属性 上帝的个性 和上帝跟你的关系 所以耶稣基督在段经文里面 他在告诉你 你的天父是怎么样的关系 我们来读段经好不好 第七章九十一节 耶稣说 你们中间有谁儿子求笔 反给他石头呢 求笔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路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乐吗 跟我一起念就会叫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路 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乐吗 弟兄姐妹 当耶稣说 你和天父的关系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个比喻 就是你和你的孩子的关系 来形容你的天父 来让你感受到你的天父 对你的关系和爱 对不起妹 我们这些做爸爸的 当我做了爸爸之后 我才慢慢真的体会到天父的爱 你做什么爸爸的时候 当你第一个孩子出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将所有的给他 最爱的给他 对不对 我是这样子的 我到底是怎样的 我相信你也是 对不起妹 当第一个孩子出来的时候 我就准备给他最好的 想最好的 给他最好的 自己省事省用的好 不敢花 总是要给我的孩子最好的 对不对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你有孩子的 你的孩子向他求比 你不会给他施头 向你求鱼 你不会给他舍 是啊 当你对你的孩子的关系 也是这样子的 我最记得 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真的对他是非常敏感的 对他爱你到一个程度 就是 可以 我的心啊 可以 不能没有他 就是每一天 就是以他为乐 以他为满足的 然后我梦到我自己啊 有稍微一个过度敏感的 你知道吗 我的孩子在 还没有到一岁的时候 晚上我们都起来 喂奶啊 这样子 他哭一声啊 稍微动一下 我就起来了 这样子 看到什么事情啊 有时敏感的程度啊 我的孩子在楼上睡觉 那时候我在 我在 通常坐完的孩子睡觉了 都跟我太太在楼下 客厅里面 看电视机啊 谈话这样子 突然在做最棒 我也跟我太太讲 哎呀 这你们听到吗 有名哭啊 跑到最后 哎呀他在睡觉 没有 有没有感觉到 有没有 没感 没哭 我来看 突然在看电视机 没有 他就说没有啦 隔壁的啦 这怎么感觉 你明白吗 对他的心啊 总是那么样的和谎 总是那么样的爱 总是那么样的珍惜 这个就是你跟孩子的关系 然后耶稣在讲了句话 他说你上前不好 你虽然不好 你虽然不好 这个不好意思呢 虽然不足 到今天我有三个孩子 我还是觉得很多东西 我做不到 很多东西我做得不完美 很多东西甚至我做得对了 我给他们 但是呢 很多东西我都不能完全满 这就是我的不足 耶稣说 虽然你们不足 你们既然 既然就会懂得 将好东西给你的孩子 他说 更何况 你的天父 他比你更完全 他岂不将更好的东西 给你吗 你相信吗 你的天父 他会将最好的给你 但是 他的儿女们常常对他有所误会 他的儿女常常不懂的 不理解他的心意 对不对 他的说我们都怀疑 讲了怀疑 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 没有给我们那个 人家有的 我们没有 对不对 但是我们总是看不到 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 是最好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要跟你讲一个事实 你听好啊 听好啊 对不对 上帝不会给你 全部你要的东西 爱与辟 天父妈妈 不会给你 所有想要的东西 不过 祂会给你最好的东西 阿弥陀佛 开手 跟祂要不要 阿弥陀佛 如果他给你所有想要的东西 都怎样添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 为什么我认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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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 我在喷气 舞厂 没有啊 为什么认识他呢 因为我的工厂里面 有利利陀佛 神啊 十多岁就出来做 我利利陀佛 那时候是利利陀佛 利利陀佛 每一天都放着他歌 因为那时候他当红了 那首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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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个时候感动了 就是当时我试炼了 因为摩托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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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喝酒啦 心打拔啊 试炼了 被你朋友抛弃了 苦了吧 是什么想要 为什么我不是他 为什么他要抛弃我 他要记忆 为什么要跟给他 如果是什么我不好 他买印啊 在那边 在那边试炼了 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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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一会 今天 我看回去的时候 我觉得很傻 今天我看回去的时候 反而我觉得幸亏不是他 不然我会很糟糕 幸亏是我现在的太太 但是当时的我 他不见了 不能明白了 我想要 但是那不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不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 但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拼命要 上帝还是不给 他有他的怜音啊 因为他不会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他会给你最好的东西 阿们 对不起吗 你要理解你的天父爸爸的心 他不会叫不好的东西给你的 相信他 因为他关心了心 阿们 你要我要告诉你 你的天父爸爸的心 他关心你的什么 他关心你的同在 他不会叫我们这样 你告诉你的朋友说 让你天父爸爸喜欢看到你 感谢主了 看看基本了 打开圣经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耶稣在这里 讲了这样子的一段话 他说 我又告诉你们 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情喝意求什么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你们成全 因为不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我们以一个很感性的角度来看断经 你看到你的天父爸爸 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他说两个人也好 三个人也好 希望你们祷告 希望你们父母们 我一定在 我一定到 我有孩子的时候 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我也很喜欢我的孩子们在我身边 他们一个不在我身边 我总是觉得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不爽的地方 无论想不到他们有没有恶闹 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什么在哪里 有没有变得坏 有一大堆东西 小的一大堆东西 为什么 我喜欢我的孩子在我身边 他们在我身边我就高兴了 结果我爸爸也是这样子 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他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他说 你跟他在一起 你一约你跟他在一起 你祷告 肯定 你祷告 他就在你那边 说姐妹 多么奇妙 你看到你天父爸爸的心 他就说我们以为我们天父是很遥远的 很大的 很凶的 你说你看到圣经就业 他审判人 他灭了索头马阿摩拉 是吗 海色列的一次一次被他惩罚 你看到天父爸爸就是那么样的公义 那么样的伟大 那么样的受敬畏 你对他的关系 你对他的关系很遥远 其实你的天父的心不是这样子的 你误会了 你那天父喜欢跟你在一起的 看到吗 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 只要你两三个 两个人都好 你们愿意跟他在一起 他就即刻在你那边 对你们 上帝为了跟你在一起 他做了一件事情 在新叶圣经马阿摩拉斯那边记载 当耶稣基督一死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一死在死亚上的时候 在圣殿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圣殿里面的曼子 就是隔离月位和人的那条最大的曼子 从上尸下来破了 注意啊 耶稣一死在死亚上 这个曼子从上尸上尸下来 为什么呢 如果你了解背景的话 当时候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不容易的 约会代表神的平在 当人要来到约会的时候呢 只有整个十二支派的犹太人 只有一个支派 就是立位支派可以在圣殿里面 施动神 然后在立位支派里面 就一个人就是当选的大祭司 才可以一年一度进到圣殿里面 这个大祭司呢 必须是亚伦的后裔 才可以承见这个职份 然后这个大祭司进到里面 要在月柜面前侍奉的时候呢 他会经过好多好多洁净的礼仪 比如说要多少天用什么方式冲凉 然后要多少天不可以敬旅舍 不可以动死师 而且要禁食祷告 洁净到自己完全以后 才按着锁定的日期进入圣殿里面 圣殿有分的好多层 第一层是外宴 第二层是内宴 第三层是圣所 最后一层是自圣所 自圣所里面就是放着月柜 然后前面有一条的曼子 这种月柜和人 祭司可以到的地方 就是自圣所略归的前面来烧香 一点点 然后这个大祭司要进入里面 他脚要绑住一个长长的铁链 这个铁链是什么用处的呢 就当走进去的时候 外面的人回进去嘛 他会喇喇一下 他会咚咚 咚咚一下 他如果回应的话 证明的话这个祭司还在 如果这个祭司不圣洁的话 或者做了不足的话 没有到里面就死了 所以外面的人拉了一下 没有动 拉了两下 没有动 拉了三下 没有动 就把他拖出来 因为知道这个祭司有问题 上帝不许愿他 他就被拖出来 死了 注意到 当时候人要见上帝是多么的难 为什么 因为人不是很简 上帝做一件事情 派他的儿子来赦免人的罪 为我们的罪死了 当耶稣基督一死 曼子 撕裂 再做一个动作 耶稣基督一死 曼子 撕裂 吃个两半 从上膝到下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你的天父母 等了这么多年 急不急待 做这件事情 撕破了曼子 让他的儿女们都回到他身边 让他的儿女们都可以自由坦然无惧 来清净他 他牺牲了儿子 他儿子一直 这里 这里一直 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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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情 就是撕破那个曼子 让人可以到他面前 直接跟他说话 跟他祷告 今天你和我可以直接呼去把阿爸复成 今天你和我可以直接向他祷告 因为他已经做完了一个奇妙的大事 就牺牲了他的儿子 撕破曼子 可以让你来到他面前 他在领送 他在平安 他的喜悠 他的能力 他在赐福 他的生命 对不起 你看到你的天父 爱你吗 你看到你的天父 关心你吗 我希望你把天父的信仰 我说对不起 你对天父的形象 他的看法有所可变 今天你来聚会 不是为了我来了 今天你来崇拜 也不是为了爸爸妈妈来的 为了关系来 为了弟弟来 不是 今天你来聚会 因为你要接你的天父爸爸 你看 天父爸爸期待你 可慕你来见他 当然来教会的心态是怎样的 我可慕 来见我天父爸爸 我要敬拜他 示范他 对不起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 我们需要上帝 但是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止你需要上帝 其实上帝也需要你 就如我需要我的孩子 或是我的孩子需要 我也需要我的孩子 为啥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来救你 当你回来他身边 因为他的爱 要向你表达 我们神是爱的神 是充满爱的神 他就是那位完全的爱的神 但是爱必须要有对象的 对不对 你说你爱的时候必须要有对象吧 你爱你的儿女是一个对象 你爱你太太是一个对象 太太爱你是一个对象 你不能爱你爱什么 不知道怎么是爱的对象 不能的吗 你要有动向对象吗 当两边的爱产生的时候 这个互动的关系 就变成完全的爱 或者完全的爱 明白吗 成全的爱 明白吗 所以上帝爱我们必须有对象的 所以他提出造你和我的时候 就是为了爱而造你的 因为爱而造你的 为什么呢 他造人的时候 他给人生命的时候 就要把他的爱来表现 或者让人的爱能够临在 能够充满在人的生命里面 所以你来上帝那边 其实多么吃福的事情 你来上帝那边 是多么祝福的事情 因为你的天父宝宝 是等着来爱你的 对姐妹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 你对天父宝宝的观念改变 你来教我不是为了什么 你来教那是为了 来清静的天子 因为你想见他 当然我不是告诉你 你在外面见不到上帝 我们不是拜拜 你叫我们拜万帝爷的时候 我们必须去到万帝爷庙 才能够见到万帝爷 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在天空在陆地在海上 你还是能够祷告 还是能够见到天父 不过呢 我只是要告诉你 很感性的方式来告诉你 你跟天父的关系 对姐妹 你的天父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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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祝福你 阿们 好不好我们给我们的天父的话多点关心的吗 我们给我们的天父的话多点爱也可以吗 但你懂得去爱 去关心的天父爸爸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要欺负你 他妈有个地方撒 天父爸爸要欺负你 再讲语句 他喜欢看见你 他喜欢看见你 哈利亚 欢迎赞见我 他真的很喜欢看见你 他想念你 他做了好多事情 就是为你 让你 可能回到身边 跟你在一起 这叫同在 他关心的同在 第三我要告诉你 兄姐妹 那天父母爸爸关心什么 他关心你的灵魂 好不好 特别是干什么 先把人家告诉他 关心你的灵魂 关心你的灵魂 马来福音第十八章 十二节到十五节 我们来看耶稣讲那个比喻 来表达 天父父管的心 马来福音第十八章 十二节到十五节 马来福音第十八章 十二节到十五节 这里耶稣讲的一个比喻 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过于凯子羊 一只迷路了 走迷路了 你们的意思如何呢 你他岂不撇下那九十九只 往山里 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若找着呢 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只羊要关心 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关心还大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一样 不愿意晓得是你 世上的一个 这一节 各位请教保 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 不愿意晓得是你 世上的一个 耶稣基督在告诉你 天父爸爸的心 你在 天父爸爸的心是多么的重要 你的地位 是多么的重要 在天父爸爸的心 这里呢 又用了一个比译 一个人也一百只羊 什么啊 一百只羊 不见一只 这么容易找 这么容易发觉 你试试看你家里的东西这么多见 少了一见 有时候很久才发觉 哎 为什么不见没有东西 对不对 他很久了 哎呦 为什么不见 你是不见的也不知道 一百只羊啊 你要清楚是羊啊 不是人啊 羊是叫同样的声音的 每个叫咩 咩 咩 有一个叫咩 一个叫咩 咩咩 咩咩 咩啊 咩 这样 没有的 同样的声音都是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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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声音都一样 一百只这样子叫 会知道来自不见 而且每个同样的颜色的脸 都一摩一样 那不能走 怎么走 都是一摩一样的脸了 这么九十九次 都记得一只 他会知道 因为我妈妈在告诉你什么 她是那位认识你的 她知道你 而且不是知道你百字 就单单知道你 但是 她知道你 我不一定知道 必须老师跟你讲 不过车的话 我也知道你 真的有事 我不能记得你 昨天晚上 我才过了 她在谈起 她就不然就问你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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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杰叫什么名字吗 所以我 我长了这么多年 三十年 阿杰不是叫阿凶吗 她说她整个名字 姓什么名什么 她这样子啊 是什么 不知道我 你去问他 我真的不知道 这里的所有人 弟兄姐妹 我真的抱歉 我真的不能完全进了 有时候我看很难 真的很抱歉 哈啰弟兄 但是我脑里在转了 他叫什么名字 这么冷静不拉 这样子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没有这种情况 要笑我啦 你也是这样子啦 对不对 我们人不能 不能把完全 所有的朋友 对我们都放在心里面 但是你的天父爸爸可以喔 他说如果一只不见了 我会放下九只九只 去找那一只 我一定要找得着 而且我找到他 我会很高兴 然后接下来 耶稣讲那一只很奇妙的话 他说天父爸爸也是这样 他不愿意你们当中不见了一个 他不愿意你们当中不见了一个 今天你来信耶稣 你来到教会今天 你们第一只来的都好 不是人叫你来的 不是你的朋友影响你来的 是天父爸爸很早就知道你 很早就认识你 而且准备了好多 计划了好多计划 他来带领你 来到教会来见他的面 因为他说 他不要一个失去 一个也不可以失去 你看到天父爸爸跟上你吗 你看到天父爸爸爱你吗 他那时候 没有人了解你 但是没有人知道 你在想什么 他知道哪一个软弱 哪一个比较刚强 哪一个比较有能力 哪一个稍微比较摇动一点 他都知道了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 哎呀上帝哪里会看中我 对不对 要看中的不是看中那些 在台上是梦的 OK 讲多话一点的 做事多一点的 或者给多一点钱的 OK 或者是比较有恩赐的 看起来比较属灵一点的 看起来比较深洁一点 我呢 哎呀我还有突然之含 我喝点酒 哎呀我啊 我的错话还改不掉 我这样子的人 上帝会看中我呢 你错了 大错他错 这里面上帝告诉你 一个也不可以逝 每一个他都爱你 你是谁 没有关系 你做过什么 没有关系 你以前犯过老错 没有关系 你的背景是什么 没有关系 他一个也不可以逝去 一个也不可以不见 如果一个不见 他一直找 找到找位置 我还是能不能要 你看到天花 还没有 但是我们跟他 当时觉得很舒逸 其实他就是那位最亲近的人 最愿意倾听我们 最愿意祝福我们 最愿意拜托我们 最愿意保守着我们 保着我们 永远不离开 不背叛我们 不背离我们 忠心就是守在那边看路 带领我们 这是天花 今天我们看 朋友也看不出 军机也看不出 夫妻也看不出 去哪里找到真爱 上帝 天不宝宝 就是那位 真正爱你的 永远不会放弃你 无论你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明白他的爱吗 你感受他本心里 你知道他多爱你 我要告诉你 他常常关心的事 他可能 你与他同在 他最关心的 就是人生的命令 希望一刻来到他面前 一刻回来 他什么都手打开 门打开 愿意接受你 在他海报里面 成为他最爱 最爱的儿 他要保守你 他要爱你 他要慈悟你 他要给你 所缺乏的 因为他关心你 我一直在家 我一直在家 谢谢观看